光真好 对啊 今天目前是阳光明媚 但是据说下午等会就要有shower 所以心里有一点小紧张 但是今天是第二天 我们早饭那个hotel还是有的 虽然都是就是打包好的那种 但我们还是美美的吃了个早餐 然后今天我们去第一站是 Boulder的最popular的一个hike 耶耶耶耶耶 它在all trails上有4800多个review 我觉得我们来一趟不去亏了 然后大概4公公里 然后爬完了之后我们就去 Ru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呀呀 啊最新穿的 就希望不要下大雨 so we're actually back here 我们回到了这个什么 Charcantra Park 然后哇人超级多 因为这是Bolder 我觉得应该是最popular的outdoor destination吧 然后就无论是停车场啊路边啊 几乎全都停满 这个是Terryhead的开始 这边是个什么historical landmark 没有进山的时候一直是上坡 小上坡 好我们大概爬了0.78米 我们离这个山已经很近了 有二尺 我看好多石头 不错耶 不错 往上走了 往上爬 超级爽 我们现在到了Sentinel Pass 这个应该就是Fly Iron吧 I'm going down for Royal Arch 到了 人好多 有闻着这行动 后面是Fly Iron 后面是Fly Iron 后面是有人穿在掉的时候 很重 上面人很多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因为你被骗我 没关系 我看不见了 他对人们太迂连了 对 这是我们的观看 好了,我们几乎照相照了一个小时 我们上山一个小时,照相一个小时,下山一个小时,差不多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下山了 后面是我们登上的山 我觉得我们刚才真的就在那 对啊,我刚才看到那个什么flight arrow nice,然后 真是一个数字给那些飞机看的 所以下来还是挺快的 我们现在就往回车那儿走了 大概我们照相一个小时 现在下来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住在这边的太愜意了 好了,准备离开了 我们现在上路啦 我们现在要去Estes Park 也就是Rockey Mountain National Park的所在地 可以看到雪山啦 哇,还有山谷耶 前面 Estes Park Estes Park就是这个 Mountain,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所在的城市 哇,这船还挺多 是啊 突然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那边好像就是Estes Park的就是中心 然后刚才后面是个visitor center 但我们不在Estes Park逗留 所以就不去了 这么这么繁华,读的这么厉害 Rocke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Rocke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Rocke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Let's go 那边是叫什么? Beaver Meadow Visitor Center 我们就不去了 我们就直接奔Rockey Mountain啦 飞进园 那我们第一个停的是这里 Rainbow Curve 这个是The Rainbow Point Outlook 第二个景点是Forest Canyon 这一天是Tundra Protection Zone 整个地形是Tundra 所以在中间 现在应该是在这儿 Tundra community's trailhead 这边就是所谓的动员地带 叫Tundra 继续往最高点进发 前面的这个叫Lava Cliffs 感觉我们在向云开过去一样 我们现在应该到了HIGHEST POINT 然后现在就开始往下走一点了 我们pass了HIGHEST POINT 然后到了这个叫Gorge Range 好美哦 那边还好绿 还有这个花什么的 我的妈呀 这个地方简直是太美了 太漂亮了 这个Gorge Range实在太美了 推荐推荐 前面这个呢 就是Alpine Visitor Center 是海拔最高的visitor center 这个 在排队呢 哇 这个 这个store里面 也可以看VIO 好啦我们从这个Vicitor出来 Vicitor Center出来吧 买了一点 Souvenir 然后 现在 这个鱼好像是要下起来的节奏 我也不知道 哦 那个我们就不上去了 觉得 就算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好看的 我们就是又往前开了一点点 再往西开了一点点 然后到这儿 我觉得就不用 就不 不从西边下去了 回到东边 我们去那个Lake 我们从这个 Trail Ridge Road 一直开回来 然后往南走 等会想去Bear Lake 所以现在这个Sprog Lake 停一下 看一看 这不是 这以前是个resort The remnant of the resort 1915年 这什么 你看之前有个什么 Sprog Lake Lounge 是 so peaceful 嗯 对 不用绕完了 就差不多就这样 就是带小孩来 对 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了这个 第一辆在这个Bus里面的Shadow 来了还是有Bus Stop 打了一声雷 现在雷震雨要开始了吗 卖着急要回来了 哇 哇 在半中央 对啊对啊 等一等吧 反正天黑也满 所以刚才下了 刚才有小冰房 下了我身上的小冰房 哇 下冰房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等了大概20分钟吧 从4点50等到5点10分 现在 算是第一波雨停了 然后虽然 我觉得这个雨可能还要下 因为这个乌云还是在 我们头上 不过 就这样吧 你想要去哪里 这是贝尔沙 那是贝尔沙 那是贝尔沙 贝尔沙 这就是贝尔沙 这就是贝尔沙 所以贝尔沙 然后我们现在要往Emerald Lake那边去hike Emerald Lake 1.8米 下着一点小雨不过还好 到了第一个Lake 基本上就是上坡 上小上坡 这间有一池子的 荷花 黄色的 不错哦 我们现在还是在继续往上爬 还没有看到Emerald Lake 稍微好像勤了一点点 好美哦 有这么一个小的opening 继续走 希望天可以勤 这应该是Alberta Foss 夏季的地方 阳光照进来了 那个景色真的太好看了 这就是一个 不能再两天走了 就是还是要继续 从这边上去去看那个湖 这真的就是 这野仙宗般的感觉 Dream Lake 还有沐浪的 还有这么 还有 还有 哇 是Dream Lake 我们刚才看到的不是Dream Lake 太阳睡下来太美了 好像这个湖还有两种不同颜色的感觉 走到Emerald Lake 真的有鱼耶 你看 还是这么大一条鱼嘞 这个倒影太脏了 那边是倒影穿的蓝天 赞巴 哈哈 还在吵 这边实在是太美了 对啊 超级好久 尤其是那个倒影 继续走 我觉得我们 天又晕下来了 这边有点漆吗 还爬的 感觉过了一个世纪了 超级美 这就是了 Emerald Lake 那要不要等啊 这个Lake真的值得再来一点 就不同的季节 看到的不同的景色 现在我们天又灰了 特别好看 特别好看 现在他们人走了好安静啊 超好 超赞 后面是Emerald Lake 虽然等到了一点晴天 但是感觉后面还是有好多乌云 我们就不等啊 就还是追着晴天走吧 一点点夕阳晒过来了 希望这些雨云可以被吹 被吹散 放回走的路上 Giona说实在是太美了 她要把这两个Lake的名字记录下来 现在天也还蛮美的 真美 完美 有一点点夕阳了 有一点点夕阳了 我们回来了 今天Emerald Lake 这个Trial做了 然后又开了就是 Rocky Mountain的Cenic Drive 所以不错 收获完美 我觉得基本上 Cenic Drive 对啊 那是Cenic Drive 就咱们沿着那条路一直 drive 然后不同的点停的那个 嗯 我觉得Rocky Mountain 看的也差不多了 耶 好啦 看看